新闻一开始要带来关心到的是 银法族的安养 一直是社会福利政策的重点 市长陈局今天特地参访 位于翠华国宅的北区银法家园 这是由社会局委外经营管理的 一个老人服务据点 主要是提供无障碍设施住宅 以及失能老人社区日间照顾的功能 对社区内的长辈 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 获得良好的照顾 陈局也表示 未来会是推动老人照顾的主要方向 配合着老师的带动以及音乐节奏 拍拍手重复简单的动作 这是银法家园的长辈们 每天闭上的活动课程 为的就是希望帮助长辈 减缓老化的速度 这一天银法家园来了一位访客 就是市长陈局 亲切的问候 让长辈们都觉得很贴心 大家好 这是我们市长 市长 我们在小姐的这里 社会局为了提供社区长辈完善的照顾 从94年开始 就运用左营区翠华国宅 规划为北区银法家园 由委托单位将其改良为 中卫长者规划的 无障碍支持型住宅 除了可以提供长辈居住 还包含日间照顾服务 老人营养餐食 以及居家服务 和定点沐浴等等 由于银法家园强调是开放式的空间 充分与社区结合 对许多接受照顾的老人而言 都觉得格外的温馨 在这住着 心踏实 心里边特别 那么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跟以前租的那个房子不一样 我们都是老公过世了 没有地方住 不错 这小伙伴供 很疼这些参照的 常常来 来年月月 常常来参照 对 他在刚刚住在这家 有伴 走出 都是 这家大家都 人家都很好 许多受照顾的长辈 都住在这同一社区 能在这熟悉的环境中 接受货礼师 社工师 还有志工的照顾 同时也有其他长辈 互相作伴 市长陈局强调 这正是在地安养 在地生活 与在地照顾的银法服务目标 让长辈在自己的社区 在自己的社区老化 在自己的社区跟社区互动 那这个一直就是 我们要推动的 对于老人生活照顾的模式 社会局强调 未来希望能以每年 增加四个据点的速度 推动社区银法家园的服务 也希望让长辈都能像在家一样 获得妥善的生活照顾 维持平常的居家习惯 也能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 港东新闻周福庆 夏秋卒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